用你的手 要洗 我 我去拿块铁吧 你没事吧 空的云朵在哪里 隐情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 爱呀呀 爱得很难以 没有道理 一个眼神就能确定 因为是你 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 隐情都属于你我的风景 爱呀呀 爱得很在意 没有原因 一个微笑做出回应 因为是你 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 隐情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 你是我的风景 隐情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 姑姑 心情不错 你不知道 我一样就是看佳心 来来来 你看你看 这是佳心在我会上跳的舞 我一看呢 一时计仰 你看 第一轮还真的会配合呀 我跟你说 一开始加薪的时候 同手同脚把我吐死了 没想到 现在跳得还挺顺畅的 我跟你说 这个舞步还真不太好学 姑姑在那摆了半天呢 走路带风啊 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来 让我离你老婆远一点 还是想知道你老婆不为人知的心事啊 我 来买奶奶的生日礼物 佳心的血缘牌我找到了 还算有救 从今以后 佳心的愿望 我都会为她一一实现 我不需要外人来插出我的家务事 佳心和我过生日 是因为你把别的女人放在了她前面 但我不会 对我来说佳心最重要 另外 我劝你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了 也许你们经历过的事情 我和佳心都经历过也说不定 你们没领证 你赢了 担心你跟我老婆保持礼貌均匀 没问题 但是我想提醒你 虽然人有先来后到 但感情上没有是非对错 现在是因为佳心爱你 所以我才一再地帮你 因为我希望她得到幸福 但是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她不好 别怪我守不住自己的礼貌 放心 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好 希望你记住今天做出的承诺 妈 你这怎么了 感觉好像这样抹也要把你吃掉 我巴不得她一口把我给困了呢 实在是太舒服了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就盖着这毯子 在这上面躺了一宿 我根本就舍不得下来 来 吃个桃子 不吃 行了 那 先下来吧 咱们试试首饰和衣服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让我再做一个疗程 你妈我这辈子都舍不得 花钱去找人按摩 好不容易舒服舒服 你让我享受一下 好 妈做了点 卤鸭爪和鸡针 你给我女婿带去啊 好 喂 夕夷 我妈给你做了点好吃的东西 我已经给你送过来了 现在已经到楼下了 我现在接你 在 夕夷 想没想过 是不是觉得很惊喜啊 嗯 看我啦 看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我们结婚吧 我原以为 在和蜡蜜相处的这么多天后 安娜回来 我会更有勇气 和蜡蜜一起 向她说清楚一切 为什么我还是想当个小透明 还是想要逃 还是想要逃 安娜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歇会 我不能跟你歇会 你看见了 说实话 她俩在一起这么久 就算易总下定决心要离开她 也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了 对吧 所以她才要好好考虑 看看怎么说 才能把对安娜的伤害降到最低 但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她这个人我是了解的 她一旦下定了决心 就一定会解决 所以 你不用太难过 真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可是 我看见安娜 扑到蜥蜜怀里的时候 我心里所有的信念 全都在那一瞬间瓦解了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天真 感情的事 哪有这么容易就说清楚她 是 感情的事是不容易 但是也必须要说清楚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你现在应该相信她 我最大的顾虑 是安娜 在整个事情里 好 我不能 我不能 使你 不知道